民洋政府把对大陆旅游的警示灯号 连升三级来到了橙色灯号 是不是已经进入了红绿对决的时候了 中国大陆的海警 开始在金门进行对海巡的强烈驱离 这叫好小口吃 背后呢咬下一大块 那就是慢慢慢慢缩紧 台湾包围紧紧 最后温水储青蛙 赖清德在发动台湾内部侵袭的运动 国台办发布了人介台独22条 赖清德要把它解释成是 针对所有台湾2300万人 来借这个机会凸显两岸的仇恨 两岸的对立 然后让他的抗中宝财神主牌 再回到有效的角度 现在中国大陆就直接把握 马英九时代的论述跟现状 他就把台湾当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 停止治权 赖清德的上台 其实已经实质改变了两岸的关系 民进党基本上就变成 民进党跟中国共产党之间的三者 有人实质上退出两岸论述了 东森的某节目 据说有对岸的官媒在盯扫 现在我们政府 尤其自由时报是直接公开点名 直接说有这样的一个状况 大使你怎么看 民进党最近这一系列的操作 针对两岸问题 我都觉得在想说 大使平常聊国际事务聊很多 可是现在感觉两岸事务在整个 占据我们对外事务当中比例是越来越高 民进党炒作两岸事务炒作非常凶 用德国近代史 还有很多这种国家的近代 国内发生 这就叫一个内部清洗 赖清德这样发动一场 台湾内部清洗的运动 用意识形态来诛杀异己 然后各种手段 会从慢慢会累进 到最后是会非常的激烈 所以呢 我想这一场这个内部清洗 已经开始了 那这会不会是某一种反应 最近国台办发布了 这个所谓承接台独22条 是不是这个 其实这些作为都是在针对 所谓承接台独22条的一些回应 那还有包括呢 我们也知道说相传 民党政府会把对大陆旅游的警示灯号 连伸三级 那来到了橙色灯号 建议说不宜前往 那这个等于是反制吗 因为我发现他们对于 所谓承接台独22条的直接反应 并不是那么的 就是有反应 赖清德也有公开讲 就是没有管辖权等等 我们来看一下陆委会说 承接台独22条的意见 陆委会打算提高 赴中国旅游警示为橙色灯号 代表民众非必要勿前往 然后另外呢 这个福州市旅游协会 组织的彩线团28人 在马祖公关协会安排下 本来也有一个三天两岸的行程 那本来是觉得说正要解禁 所以现在这个是不是 已经进入了这个红绿对决的时候 开始针对这两岸的部分 他这个承接台独 基本上大陆已经讲得很清楚 就是说环顾台独的一小撮分子 可是现在赖清德 他是要把他解释成是针对所有 台湾2300万人 对 他说连支持中华民国 到大陆可能会被抓 就台湾除了统促党之外 通通都是台独 对全部台独 包括国民党 所以他的现在的做法 就是严惩台独的意见 大陆通过的 那么他要解释成是 针对台湾2300万人 绝大部分人都会受到这个意见的影响 所以你到大陆你可能会抓起来 不管你在台湾的政治立场是什么 所以其实他现在是想借这个 所谓承接台独22条 来升级在台湾内部对于 所谓的意识形态的管制 是敌人心吗 对 借这个机会 他就要凸显两岸的仇恨 跟两岸的对立 跟大陆 台湾民间跟大陆互动的危险性 然后把两岸的互动 这个把它降低 经贸的依赖 我想是现在他最不喜欢的 他要把两边的 经贸 文化 旅游 各方面的 既有的这个关系 往下降 然后呢 煽动台湾社会内部 对大陆的一种敌意 然后让他的抗中宝财 这张神主牌 能够再次从失灵的角度 再回到有效的角度 所以呢 我觉得基本上 他是有一整套做法 也就印证了 赖清德 遇到挑战的时候 他是以更强硬的方式回应 而不是来寻求一个妥协之道 他是以对抗来对抗 我觉得这里面有几个脉络 来请大使解析一下 说第一个 如果好对抗来对抗对抗 那对岸公布的 惩戒台座 22条 是要来直接就是针对民进党而来吗 还是说这个时候 承接台座22条 还有什么功能 那我自己的分析是这样 我觉得第一个层次 当然是呼应对岸的社会 对台湾的一个 身高当中的一种敌对的心情 那有一定程度的政府要呼应 那第二个我认为是对于未来 可是如果两岸真的发生军事冲突 也就是所谓武统的这样的战争的时候 可能做一个论述上的准备 第三个层次呢 就是在实质层面提供法规的手段 来遏止就是所谓比如说绿色台商 也就是说借由两岸红利获利的人 他却是支持台独的人 可能来遏止这样的人 第四个是针对有中国家 就是包括我们也知道 常常东南亚很多国家 其实跟中国大陆都关系非常接近 那这些有中国家会抓到台湾人 犯法就把他遣送 等于说把台独视为跟僵独藏独 这样的一些行为做类比 限说这些所谓台独分子的 这个在国际上的活动范围 那第五个呢我最近观察到 就是国财办多了很多外交人员进驻 我们可以看到而且层级都很高 等于外交事务的这个都直接进驻 我觉得有一点点在学习美国的 像台湾关系法这一类的 所谓长臂管辖的逻辑 就我的治权虽然不能基于台湾 但是我这样子去进行的时候 我可以用我的实质影响力 那台湾关系法就这样嘛 我才不管你台湾接不接受 对你中国接不接受 我就这样子 我定的就我这样干了 我觉得就直接对台湾行使司法管辖权 过去就是说 马英九时代还有同属一个中国 可是治权分立 这样的一个论述跟现状 现在中国大法就直接打破 他就把台湾直接当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 所以就行使治权了 那治权最基本的话 当然还是这个司法审判权 对他直接把这个怎么讲 这个他里面有三部法律 讲得很清楚 一个是反分裂国家法 对 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对 另外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三个法律直接运用在台湾的特定对象上面 因为他的中国大陆的这个主张 跟他的立场 就是台湾是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一部分 他过去他是基于历史事实 历史的因素 他把治权他冻结 或者说他不主张 不实践 那可是现在就基本上在慢慢在实践 这个法律 就直接对台湾施展 不过这个就有很多的解法 那我觉得这个也是中国大陆 就是在处理两岸问题上面的变化 就是当然他始终必须依照他们的既定的纲领 就是宣这个有一个框架 那个框架就是两岸关系不能是国际关系 可是我发现的问题是 成交舌条这些都是用国际地缘政治的思维逻辑在处理 所以他是使用国内法 所以这个是不是代表说 目前来说中国大陆事实上对于台海问题的 这个重视跟强化 正在不断的在往上推升 我觉得基本上是危机意识 你如果说是触统的话 其实他就是防毒 所以这个情势是 那么两岸关系 这个过去从对立到互相交往 以来的话 最大的一次变化跟挑战 主要是赖清德上台造成的 所以大使其实看到的是说 赖清德的上台 其实已经实质改变了两岸的关系 非常多 这个事情就变成直接跟中国大陆对撞 中间没有任何的 所以国民党努力了那么多年 终于做到一个成功的招式 就是终于不当夹心饼干 国民党基本上就变成就说 他生存第一 他要抓政权第一 对不对 所以两岸的这个 这种理论的这种辩论跟这种意识形态冲突 他就基本上他就挂冕战牌了 实质上退出两岸论述了 他就变成就是说他变成民进党跟中国共产党之间的一个第三者 台湾只有两条路了 就是一个统一一个独立 你没有中间没有模糊路线 模糊路线现在已经慢慢这个 被这个时间消磨光 对 所以我觉得为了台湾这块土地的永久的安全 为了台湾这两千三百万人的最高的利益 统一才能避免战争 才能怎么样 理性的看到台湾 在这个风雨飘荡 越来越动荡的一个市局里面 找到一个怎么样 找到一个 永久安定的道路 而不会市局一动荡 情形是怎么样 市局一动荡 台湾就怎么样 跟着更动荡 最后变成什么 大国的怎么样 大国的棋子 这个大国不是大陆 是指列强 在这块土地活 在这个区域活跃了上百年的几个列强 日本 美国 对不对 现在法国也来了 英国也来了 这些台湾又卷入到这个漩涡 就是你为什么 就是你走入了台独这条错路 对不对 这个思想事实上 台独的思想 我认为是在台湾历史命运的一个 很特殊的情况之下产生的 可是呢 他得出了结论 不适合台湾的长治久安 对 现在的情势 主张台独是最危险 那事实上 我认为 你今天看那个反分裂国家 它里面还有一句话 还是就是一国两制的精神 我跟你讲 中国那么大 而且中国的这个文化特色 才会讲一国两制 这样子的概念 对 叫西方人国家 他讲不出来 那说实话 本来大家就是一个国家 一家人 对吧 你现在两边的差距是有很大 那就不同的制度继续运行 对 对中国人是没有办法 是没有问题可以接受 你要叫欧洲人 美国人 他就没办法 他没玩过这种 中国人一向可以玩这种 所以这种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安排 然后呢 对台湾是最好的一个solution 这个每次讲到这种话题 都特别沉重 可是 我是觉得 不讲也不行 对 不是因为面临这个问题 其实答案是 应该是说 揭开答案的这个紧迫感 空间感是越来越近了 我最近的感觉就是 其实最大的 这个最爱中共 最爱中国的 其实是爱情的 因为他在进行一场 跟对岸的 这个集统派 无统派的双向奔赴 这个是赖清德 现在正在做的嘛 所以统一 人家说以前蔡英文是统一教母 我就错了 统一金孙才是赖清德 因为他正在加速 但是这个过程 是极其痛苦的 而且可能会发生 非常致命的危险 我觉得这是 因为他是大幅的拉高风险 那个赌桌上 是把台湾拿下去赌 问题是他在台湾内部 他选输可以保派叫 他现在是用他总统权 在保派叫 一辅三院合公立院 全部合围 像围攻光明敌一样 其实刚才也谈到说 就是这个承接台独 22条 我们延伸了一下 其实就是因应目前 整个台湾的这个 民进党在推进台独的态势 我说赖清德就三干一不干 干蓝白 干老公 干台独 就是不干正式 可是我后来想想 我讲错了 对他们来讲 正式就是干台独 至于其他都是延伸的 干台独必先干蓝白 干台独必先干老公 那我们最近看到 就是中国大陆的海警 开始在金门进行 对海巡的强烈驱离 我觉得这也是在应对 这样的态势上的一个转变 也就是刚才大使有提到的 实质化的行使管辖权 基本上就是 把这个大陆的治权 逐渐在 在过去 台湾所掌控的领域 地理的领域 逐渐在实践 付出实行 一步一步的 我觉得这个大陆正在怎么样 这叫小口吃 就small piece 最后咬下一大块 那这过去从这个 中线拿掉 然后三次围台军演 然后在现在有台湾东海岸 常态警寻 再加上公务船舰 执法船舰 不时出现在台湾东岸 台湾北部 这个彭家宇 在台湾的澎湖附近 所以也有在执行公务 我觉得基本上就是 慢慢慢慢缩紧 慢慢慢慢缩紧 把台湾包围紧紧 最后温水储青蛙 因为你会发觉 它出现在12海里以外 这个24海里 那时候还叫林街区 还先破了24里 进入到12海里内 你会借成习以为常 习以为常 所以这是大陆目前的策略 我会讨论的策略 我会讨论的策略 你会讨论的策略 你会讨论的策略